在台灣拍片我覺得是很幸運的一個經驗 第一個是台灣只有民族的地方 什麼主題都可以講 再來我覺得台灣人其實 大部分的時候他不太會拍攝攝影機 好像有蠻多台灣人就是很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 不管是我拍那一部還是我以前拍文化上的影片 我發現其實很多人他們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故事 就是希望是可以分享 就是歌仔戲的調我覺得是很好聽 我是非常好聽 然後因為我聽不太懂那個歌詞 但是有一些傳統戲我慢慢有了解一點點一些戲的劇情吧 然後最吸引我應該是唱歌的部分 就是唱腔 聖段有一些我也覺得很漂亮 但是我也沒有感動全部 但是我慢慢了解聖段的湧土 謝謝你為我們台灣唯一的原生劇種 這麼的努力 代表歌仔戲的所有的演員跟你感謝 謝謝 進行的時候 可以抹一下這個波 可以瞧一下 波瞧的時候這個頻率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我們會這個聲音會給我們很穩定很蓬鬆很 穩定的話我們會馬上靜下來 靜下來之後我們的身體蓬鬆 這樣子那個聲音會給我們鑽住一個地方 有些人是不知道尼泊爾在那裡 我會說最高的喜馬拉雅山 整個蘇家門尼泊爾出生的地 尼泊爾那邊的那個羊毛的東西 所以我會一個一個我會介紹尼泊爾的 就是收工一篇比較多 現在是大部分介紹是播比較多 比較多人有興趣 我們一天早上起來說我會看台灣的新聞 全部我一定要看好 知道嗎 要看台灣的新聞 所以你認識中文 沒有 我看英文的 看英文的 那個是這樣子我去那個 伊金那個警察局 守望聖書隊那個立場那邊 因為我有做八年 守望聖書隊 其實那種的話 我會更了解台灣的生活 了解更多